嘞 同志没出来 快点找我妈妈 这儿这样 你看看吧 我有分钜 就到房子了 好好好 你家 出个馅里来了 你跑 你害她跑 别跑 黄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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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这个案子不是很紧张吗 你干嘛还要大老院跑这一趟 哥 你看他 烦不烦啊 你做你的事 别理他 你给我出来 黄小梅 出来 黄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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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她居然敢动手打你 她还敢跑到家里来闹事 婚姻家庭纠纷 五小四 黄小梅的丈夫 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黄小梅 你给我出来 黄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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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坏蛋打我妈妈 坏蛋打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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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闹了你呀 你这孩子 你 这孩子真是不错 夫妻感情部和手机联系不上 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公告送达 或者邮机送达嘛 亲自跑一趟 我心里才更踏实 说不定还可以顺便做个调解工作呢 可是每个案件 我们都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送达 不算太早了 俗话说 并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家事法庭 要断好家务事 哪能判麻烦呢 爸爸最近忙得脚不张地 好不容易抽点时间来找你妈 你还给我耍脾气 你真是越大越不懂事 好了好了 乖了 不要哭了 我又没有跟你生气 我来找你妈妈的 乖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 哥哥 吓唬吓唬他得了 别让邻居看笑话了 我有分寸 杀手 哎 婷娜你在看什么啊 哎 你注意到墙角没有 这儿的拐角 不是直角 与众不同呢 是啊 这里墙的拐角处都做了圆角处理 应该是怕路人走得太急 撞到拐角上容易受伤 这样的处理真是太有智慧了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 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拐角 我们家是法官的职责 就是要把这拐角抹平 让当事人能平安通过 避免伤害 警察 你也好有智慧哦 我们走吧 去吧 哎呀 冲到家里来了 找上门 敢打我妹妹 你 你胆不小是不是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 你听我解释你 你 你 别跑 你跑 你看他跑 别跑 我看你往哪儿跑 别跑 王健兴 你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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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我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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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我回来 好好好 好好好 那 你刚才去打的是王健兴吗 对 就是他 那他去哪儿了 肯定跑回茶山去 打人是办法的 嗯 你先回去忙吧 我们去找他谈谈 好 好好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这是你老婆的洗漱状 看看吧 洗漱状 你冷静一下 你说我能冷静吗 我们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他都要跟我离婚了 我有什么好问的呢 你老婆在起诉状里说 夫妻感情破裂 是这么回事吗 我跟我老婆的感情好得很啊 怎么会说跟夫妻感情破裂呢 没这回事啊 那你有对他进行家暴吗 家暴 怎么可能嘛 打一巴掌就叫家暴啊 动手打人就是家暴 我当时也是没有忍住嘛 那你能把事情经过跟我们说一下吗 当时是这样的 师妹 钱领回来了吗 什么钱 拆迁补偿款啊 我都计划好了 买一台新的那个自查机 没拿到 你们村的柴头弟跟我说 他都看到你就排队领钱了 怎么会没有钱 我去了 村主任说话这样你没得领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你是不是自己把钱藏起来了 你什么意思 我藏私房钱 我就藏了怎么样 你这话你要跟我说清楚 说什么说 你就知道冲我要钱 我找谁要去啊 家里是你管钱 我不找你要钱 我找谁要钱 这几年家里赚的钱 全部给你投查查 哪里还有钱 你看看 你看看 吹广的信息又来了 今天是你给也得罢了 不给也得给 没有 说了没有就没有 你不要走啊 你这个没出息的男人 就知道管家里要钱 天天就管家里要 居然打我 不跟你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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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